精准医疗的基因检测上面呢 能借由分析数据来了解罹患遗传性疾病 或者是罕见疾病的几率 不过呢 现在也能用于癌症的治疗上面 来设计癌症用药 透过肿瘤切片进行基因检测 就能全面了解肿瘤突变情形 从基因突变的图谱里设计出每个阶段 最适合的癌症用药 它只要这个图片在它的用药选择上 是有意义的话 我们都会把它纳入 这样的一个检测组套里面 所以这个组套呢 上次是针对肿瘤一个特殊的设计 比如肺癌 我们特别的肺癌的组套 大伤癌大伤癌的组套 那每个肿瘤的它的图片的图谱都不一样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检测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肿瘤它的 这个基因图谱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治疗前取得病患癌细胞特有的生物标记基因资讯 就能协助医师选择最适当的标靶用药 把握黄金治疗时间 避免使用无效的治疗方式 还可以作为复发风险参考 台北荣总目前推出的 癌症标靶药药物检测服务 项目包含大肠直肠癌 非小细胞肺癌 还有全面性的癌症 希望透过精准医疗 有效打击癌细胞 在肿瘤治疗的过程里面 是让肿瘤也不断地在演化 所以在任何一个治疗 它可能有些肿瘤细胞是有反应的 那会剩下一些的是 对这个药物并没有反应的肿瘤细胞 它会再成长 那如果你一次全面性地去检测 所有可能性的突变 那你会知道说 它在属于面 它跟含有不同的种类的细胞 会对不同的药物产生这个反应 那你可以设计你的药物的治疗过程 造成更精准地去预测 治疗过程的反应 世界决心之大典提醒您 了解当前最适合的用药 增加治疗策略的选择 就有机会能够让癌症 变成一个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